又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這個頻道不經不覺 已經有超過6萬個訂閱了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 很好奇我們的影片製作流程 所以今天的這段影片 就是和大家開心分享一下 和講講我們頻道所面對的一些困難 所有影片的第一步 當然是發掘題材和做資料搜集 正如之前也有和大家講過 我們頻道現在有三大方向 第一就是介紹深圳 以及大陸的其他城市 一些好玩好食好去處 第二個方向就是以挑機的形式 試吃一些連鎖餐廳和他們的新產品 這兩個方向的題材 相對而言是比較容易發掘的 大陸地方那麼大 大把東西可以介紹就不再講了 就算是香港的連鎖餐廳 其實有很多間我都未試吃過 加上每個月 老蜜和KFC都會推出一些新的產品 所以頭兩個方向的題材 可以說是無窮無盡 比較難去找題材的 應該會是第三個方向 介紹香港的一些老店小店 因為我們團隊商量過之後 暫時都只是希望介紹一些 十年以上的老店 而且之前都有和大家講過 我們希望為這些老店小店 做一些深入的介紹 講講他們背後的故事 所以我們會先去拜訪這些餐廳 問一問他們的負責人 可不可以讓我們做過訪問 當然為了提高成功率 我們已經特地選一些 曾經被傳統媒體訪問過的老店 但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絕 既然這些老店都曾經被傳統媒體介紹過 而且很多都不止一次 段估這些老店 應該不是因為怕出名而拒絕我們 所以我們真的想不明白 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或者是因為雖然我們這個頻道 現在已經有超過6萬訂閱 但其實所有人器都是停留在網絡層面上 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沒什麼人認識我們 特別是對於這些老店來說 他們的負責人很多都是老人家 根本就不懂上網看Youtube 都不知西多士是誰來的 所以自自然就會覺得 這個人是走過來白狀的 所以就沒有興趣接受我們的訪問 而之前肯接受我們訪問的老店 其實大部份都是透過朋友踏路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希望大家幫忙 如果大家和一些10年以上老店的負責人相熟的話 麻煩大家幫忙問一問他們 有沒有興趣接受我們的訪問 如果有的話 麻煩你們將店舖的資料送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和大家介紹更多老店 令到這些老店不會被人慰望 可以有能力繼續經營下去 以上就是搜集資料的步驟 接下來就輪到拍攝工作 我們拍攝所用的機 其實是很多Youtuber都有用的Canon M6 當然如果是老店的話 我們還會有多一個步驟 就是訪問他們的負責人 訪問和拍攝完之後 我就會閉上自己一二片 在家裏錄影片的旁白 錄完之後就會交由剪片組去剪片 剪片組用的是Adobe的Premiere Pro 在同一時間 字幕組也會幫忙打字幕 打好之後就會交給剪片組 將字幕merge到影片裡面 一段窮L郵記就完成了 正如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整個流程大約需要 12至14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每段片都是我們的心血 今次希望大家幫幫忙 看完我們的片之後 順手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我們的心血不要浪費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